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说几句话 他推荐跟他对这些青年军新品牌的期待 大家好 台湾振兴台湾熊七 我们十位来参加今天参选的推荐会 我们台湾振兴的伙伴 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 来到私地 这个地方现在很热门 很多的青年人喜欢来这里交流 这过去我们台北的六条通 现在从传统里面看到创新 所以私地就是孕育新的生命 新的力量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召开今天 对年底九合一选举 我们台湾振兴的 你参选人的记者会 我特别的高兴 刚刚影片中大家看到 事实上他们已经以行动 站出来 在关键的时刻 台湾的青年没有缺席 他们现在进一步 又要正式的跟社会来报道 就是要参选年底九合一 地方选举 台湾的民主要深化 深化民主要看世代传承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也代表 我们野百合世代 我很支持 我想经过选举的洗礼 可以让这些年轻人 他们再次的蜕变 我也相信 这十一位台湾振兴 平均年龄 33岁 最年轻的27岁 那比较资深一点的到40岁 平均33.3岁的年轻人 他们要以很有创意 跟活力的方式 来联合竞选 来彼此的加油打劲 就像刚刚看到的 我们自行车的活动 就是台湾政兴铁马前行 他们由南到北串联起来 那挺双铃 那结果也双赢了 那我是第三个铃 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 林静怡跟林常总 我们大家 有这个 达成了这个任务 青年政治 那我也相信青年政治 是要走出年轻人的特色 就是他们充满了热情 对一个更美好的台湾社会 愿意来参与改变 那这也是一个新的 我们主持人有提到 他是有特色的 就台湾元素 放进到整个识别系统 那有台湾国社 台湾清 顺序上面就用这个座位的顺序好不好 那我先请这个惠慈 从宜兰来 他们都是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经验 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人 请惠慈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顺序好伙伴们 以及我们所有的美食先进 大家好 我是台湾正清 宜兰首期的 会做室 黄惠慈 那这一次呢 在年底 也即将投入 我们宜兰县 宜兰市选区的县议员 这是我第一次的参选 非常的紧张 那过去我是在国会有四联的历念 那在地方也生根了一阵子 一起来就是在做选民服务 与地方人民做连结 一阵的人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份温暖 跟人情味 让我选择想要来将我的活力 回馈给我们所有一阵的乡亲 这一次我知道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但是 成如刚刚部长所说 需要新的活力来注入我们的城市 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来进步 我想 我希望今天我们所有的伙伴们都能顺利 我特别从宜兰带来了 我们的三星葱饼跟花生糖 就是要祝福大家能够充满盛善 花生好事 那在这边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为台湾加入新的活力 一起成功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请 中俄选区的补选 还有万华中正区的罢名国标 他们已经组成了台湾振兴铁马前行 那从大鹏丸一路北上去 为静怡跟长左加入南京 是非常有创意跟有意义的活动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支持青年政治的新品牌 台湾振兴 代表的是正常的台湾国家 还有正派的台湾青年 以及我们未来对于新青年新政治 能够注入西选 活力跟创意 不想请问一下就是 刚才我们知道台湾正义的部分 那前陣子 蔡宏宏在台湾 台湾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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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透过不断的还原利息 推动转型正义 台湾才会有真正和解的一天 台湾的民主发展 确实不管从执政当局 所有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 也都是我们这个民主政治的主乃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未来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未来 然后也一起同向 部长可以现在对于 新青年新的主义的位置 都没有同意 对 就是外面有说 女小新青年新的同位也 有同意 年底将是我们的五合一选日 会值得一次 决定要亲自的投入选战 会参与我们宜蘭市建议员的选战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这一次呢 我也是加入了我们的台湾政卿 希望有我们年轻人 勇于的参与我们的公共事务 可以为我们的宜蘭带来新的力量 然后也能够把我的热忱 来奉献给我们的宜蘭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 也能成为我前进的力量 今天我还带来了我们的宜蘭冲饼 还有我们的花生糖 这是要来与我们的 台湾政卿伙伴们 希望能够在年底 获得胜利 充满胜利 花生好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